小火是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他不像别人一样向往大都市白领的工作 而是宁愿去当一个幕后 不断做出创新美食的大厨 这是他一直以来的目标 于是在别人赶往北上广找工作的时候 他已经面试上了一个厨师的职位 工资还不低 在刚毕业的大学生当中 算是高薪了 这还是靠平本事赚来的 这是因为他在前期面试的时候 用蛋壳做出了一道创意美食 端上桌是真的好看 老板看完过程之后 直接问了一句 月薪三万能接受吗 如果能 明天七点来上班 这样的好事小伙怎么能不答应了 于是就成了店里最年轻的大厨 他那道美食的做法也十分简单易学 首先将鸡胸肉 芋头 胡萝卜和香叶等放进锅里 随后加入自来水 直到差不多芒果胡萝卜为止 紧接着加入一勺盐 就盖上盖子开除 等上一段时间之后 将锅里的食材弄出来 之后就先不管了 而是转头往熊之糖里 加入少量的水 这是做成美食的必要条件之一 用勺子快速搅拌均匀 随后舀起一勺锅里的汤汁 直接往小碗里放 细看小碗内壁 还有熊之糖残留过的痕迹 重新用勺子搅拌一下 就直接一下倒回了锅里 接下来就开始敲鸡蛋壳 用小刀在鸡蛋顶端戳几下 直到蛋壳破裂 露出一个小小的口子 小刀轻轻往碎蛋壳旁边一转 没两下功夫 就像那些碎蛋壳全清理干净了 把壳里的蛋黄和蛋清 统一倒在一个透明碗中 这次不要蛋黄和蛋清 只需要六个蛋壳 再装有蛋壳的大碗内 倒入大量的清水 因为蛋壳本身没什么重量 因此只能浮在水面上 远看就像是一个个乒乓球 为了彻底清洗掉蛋壳里的残留物 于是小伙直接借助外力 将那六个蛋壳一一沉入水底 等上两分钟的时候 再用手将蛋壳一一拿出来 并洞口朝下 把里面的水全都倒出来 抖一抖就放在原来的鸡蛋托上 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控干里面的水分 蛋壳准备完毕 就开始处理配菜了 将红色的彩椒切成丁 随后是刚煮剩下的鸡胸肉 为了让成品的时候更好看 先是镊子加起一片香菜叶子 小心地往蛋壳里塞去 随即再加入玉米粒 青豆 彩椒和鸡胸肉 因为蛋壳比较小 所以塞食材的时候 小伙都是看着凉来塞的 直到蛋壳塞不下了 再重新放到鸡蛋托上固定好 再往里面倒入特条的穷枝 缓慢地往每一个蛋壳里倒去 整个过程老板也不吭声 而是默默看着 等鸡蛋里全都倒满穷枝叶之后 就放入冰箱进行冷藏 等再次拿出来的时候 已经成了固体 小心包掉表层的鸡蛋壳 里面的食材就像是一部艺术品 让人看了都舍不得吃 老板就是看中了这一点 让他进来当大厨 这下店里就不愁没有新菜出了 而剩下的食材也不浪费 把全部食材都切定 大部分是刚才和鸡胸肉一起煮的食材 剩下的就是水煮蛋 腌黄瓜和苹果 等全部都准备就绪 就将所有食材到一起 接着往里加入盐 黑胡椒粉 用铲子稍微搅拌均匀一下 就拿起旁边的小碗 把里面的蛋黄酱全倒下去 搅拌均匀就是一道青食餐 为了能彻底留住这一位人才 所以老板才会直接 给他三万的月薪待遇 他觉得这个工资 无论是在哪里 都是能拿得出手的了 你们说呢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